Hello bud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的快速錄下大家組 是用我們的 DaVinci Resolve 完全免費的剪輯調色混音特效軟體 全方位的軟體 那我就直接切換到電腦螢幕囉 OK 我們來到電腦之後 我們就直接打開我們的 DaVinci Resolve 這整套軟體是完全免費的 那我會在影片下方放免費下載連結 那軟體打開之後 我們就直接按New Project 打入你自己想要的名稱 那使用這套軟體前 你可以先到左上角 Preference User 你就可以更改你喜歡的語言 接著到右下角的設定 你就可以設定你時間軸的尺寸 剪軸的格率 我們就可以到最左邊這個媒體櫃 找到我們需要的影片跟音樂之後 我們直接拉下來 那今天只會跟大家講完整的剪輯 調色調光 到最後輸出 到了剪輯畫面之後 我們按左上角的Media Pool 我們點擊兩下我們的素材 我們就可以預覽 我們按鍵盤上的I跟O 代表N跟L 我們選好我們要的範圍 我們就可以直接拉到下面的 或者是你可以把所有素材 丟到時間軸上再來剪輯 剪輯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知道三個快捷鍵 第一個是鍵盤上的B 快速的裁切我們的影像 下一個快捷鍵是鍵盤上的A 快速的選取我們的片段 接著要刪除片段的話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你可以按Delete 它會把後面的影片往前補 或者是按鍵盤上的Backspace 把影片刪除然後留下空格 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用的快捷鍵 就是鍵盤上的Ctrl B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直接快速的裁切我們的影像 接著要調整速度的話 我們可以按右鍵 按Change Clip Speed 那按右鍵還有一個Retime Controls 這樣可以自由的調整你影像的速度 如果你想要刪除影片跟影片中間的間隙的話 你可以簡單的點選間隙 按Delete 後面的影片就會往前補上 接著右上角有一個Inspector 這裡面可以調整你影片的不透明度啊 縮放 位置 還有影像穩定都在這裡 那右邊的Audio可以調整聲音的大小 等等各種功能都可以慢慢的摸索 那左上角有一個Effects Library 這樣可以快速增加文字 影片跟聲音的轉場效果 最後一個剪輯頁面的小工具 就是彈入彈出 接著要加倍剪音樂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拖曳到影片下方 一樣Ctrl B Delete 做一下彈入彈出 接著我們就直接到我們調色調框 會用到的工具就是右下角的Parade 接著左上角有一個LUT 你可以簡單的套上你喜歡的顏色在上面 在右上角這裡是圖層的概念 那這是暗部中間調跟亮部三大部分 還有最右邊的就是整體調整 那我自己喜歡用Primary's Wheels 來調整顏色的部分 它會幫你平衡你的飽和度 這樣子就不用擔心飽和度亂跑了 那如果你只想要調整光線亮暗的部分 你可以到Primary's Bars 這樣可以單獨的調整明度部分 左邊是棒子 右邊是輪子 那用棒子的Y軸來調整 只會調整明度的部分 那右邊的輪子 在這次的調整飽和度增加了許多 那就看你如何運用輪子跟棒子 來調整出你自己的色彩 用滑鼠滾輪點選 你調好色彩的片段 這樣就可以快速的套用你剛剛調好的顏色 那接著下面有對比度的色溫 色相 中間調細節 鮮度增強 暗部比例跟亮部比例的調整 調色是非常主觀的部分 你只要調出你喜歡 而且符合影像內容的顏色 都是好的顏色 它有非常多功能 像是曲線啊 遮罩啊 影像追蹤啊 遮瑟片啊 等等 我會在未來的影片做更多詳細的分享 那最後我們就直接來輸出啦 你可以直接按H264 你只需要改你的關鍵點格到1 你的解碼設定到高 輸入你想要的名稱還有位置 完成之後我們就按Add to Render Queue 接著右邊我們全選之後 我們按開始輸出 我們的影片就完成了 當然喜歡我的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可以看更多的教學影片 那這裡有個全部都是教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now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啊